十九大前安保全面升高 图片展折涉拳斗士 中共十九大十八日即将开幕 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当局采取了空前严密的安保措施 预计要到月末才能恢复正常 官方展示的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图片中 毛泽东是之后的三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 胡耀邦和赵紫阳 形象遭屏蔽 中共十九大参会代表团从各地陆续抵达北京 北京安保级别升至空前高度 机场火车站加强了安检力度 北京街头的朝阳群众纷纷亮相 各地铁站均有直勤武警 周一早上 北京上班族在多个地铁站外排起长龙等待安检 不少人反映要等待一个多小时才能过安检进站 一些店铺 酒吧 KTV等餐饮娱乐场所在会议期间也闭门歇业 更在浙江看望朋友的江苏太湖环保人士吴力宏 周一告诉美国之音 吴锡国宝打电话给他说杭州和南京方面下令开车到浙江带他回去 近些年 北京等地的重点活动人士在敏感时期被上岗 被旅游 被晋升已成为中国维稳常态 几周来 不少网民反映网络封锁家具 翻墙困难 很多翻墙工具VPN失效 记者周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发现 记者最需要的网络服务如Google 美国之音网站均无法登录 本月十一日起 十九大新闻中心开始接待中外记者 新闻中心内展示了中共历届党代会的图片 耐人寻味的是 中共十一大图片不见党主席化国锋 而十二大 十三大的图片 也不见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都换成了邓小平 十六大的图片显示 江泽民与胡锦涛并肩而立 十六大后 江泽民没有裸退 而是作为掌握实权的军委主席留任了两年 这一系列图片反映了中共历届党代会的变迁 某种意义上 也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